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胡人那些看起来非常薄弱 但若爱莲的加盟 带给胡人的帮助很少 目前联盟挂起了一股快打旋风 意见莲仍然技术停留在所谓的阵地战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为有广东才是最好的选择 毕竟31岁是一个尴尬的年纪 作为一个老将前力殆尽 留下的只是骨子里面的那份真诚儿 咦 在职业生涯末年 他还是希望能够继续为广东队尽职金责 争取一个总冠军 休赛季广东队之所以这么大动作 为的就是在下赛季重新夺回总冠军 如果他们放走意见莲 基本上宣告着和冠军无缘 而意见莲本人也更愿意为自己的家长球队广东队再夺一座CBA总冠军 然后他就可以光荣退役了 相信所有的球尼都会理解意见莲 他在NBA确实没有满足球迷对他的期待 但是对于中国蓝蓝 意见莲真的做了自己所做的一切 他在国际大赛的表现真的不输任何明星 比如伦多奥运会场均20家的表现 中国蓝蓝真的没有几个人可以做到